好 我们今日第三集继续针对在家背蓝 我们也非常感恩我们恭敬上国夏清律师 特别在这个时间点 刚好我们在台东有名佛寺 也针对我们南山律在家背蓝 那我们前两天也针对南山律在家背蓝的力言 有读过 那甚至我们也针对这本书来让大众更了解 鸿沟也就是鸿玉律师在这本经如此精辟的 而且非常折引的让我们在文章 整个部律里面当中非常的清楚 好 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第三集 好 我们先请翻到我们的目录 目次 对 第十页 就是说今日我们针对这个南山律在家背蓝 我们同声开口 来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中体篇 好 中体篇 好 我们一起读 第一门 我们先篇之后呢 我们第一门就是什么 戒法 第二门是什么 通 戒提 戒提 我们看一下这个墓尺 那第三门呢 戒行 好 戒行 好 第四门呢 戒笑 好 那我们今日呢就是针对 针对这个世门当中 我们继续呢 从这个第一章 第一章 昨天我们有了解到呢 他这个赤地的讲法了 第一章 我们叫做什么 通序的戒法 对 那第二章呢 就是归戒的仪轨 第三呢 好 我们现在是针对第一门的 好 那我们今天继续再读 来 我们先从这个通讯的戒法当中 我们可能会从这个第一篇 第一篇的中体篇当中 针对这个戒法 那我们分的第一章跟第二章 我们也继续读第一 这个小字里面 这个都有注解解释了 好 我们现在 针对第一节讲什么 四项的章名 对 第二节呢 戒略变教题 略变教题 第三是属于 先知有境 是 好 那我们再继续 刚刚我们针对这个第一节 好 先在我们第一节当中 我们也来提起一下 这个四项章 这个所谓的章名 我们再继续分两节 第一节是什么 第一项 第一项正宗 第二项杂宗 这个五就是解释 正式 再来 这是杂简嘛 对不对 好 这都有小字起都解释 好 再分三支 第一 画质第二戒善 第三支遮 是的 好 我们现在针对这个木 这个木表当中 我们请翻到我们今天这个中体篇了 好 中体篇 好 所以我们设大众法师 我们现在呢 一起啊 再继续 好 再继续 再继续 我们也感恩我们的这个上果夏军律师 啊 北传律师 顶一说 我们弃中之手 也透过律师们 这么详尽的来解释 让我们能够有预选 感恩这个佛的制定 每一支呢 都有它非常深意的 大爱的含义 好 我们同身开口 我们先来读一下 南山绿 再加贝兰 略边 这是小支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来读一下 好 来 学者一先祥兰卷手之力 言及目表 然后再越正文 刚刚我们是不是有先 读一下目表了吗 那现在针对中体篇 好 中体篇我们分 刚刚有练过了嘛 我们分为什么 法体形象对不对 解法 解体 解形 解想 是 那我们现在呢 像这个三角形 这个我们延续 延续昨天所听到的 好 我们再继续 我们来朗诵 我们来读一下经文 是超云 今月举真体形象 令后尽者心见有托 事实是云 心未发心 见直立行 事体进行 曾经赶过 故与又托 好 我们从这个 事超云里面 因为南山律呢 非常特别是 它有分在家跟出家 那我们在家呢 针对我们现在出家 当然就是我们 有圆满三坛的 那从这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四分律 我们演述出 可以看出呢 其实佛的制定 从戒中 非常清楚的 让我们如何 从这个戒 从这个律法当中 还有它的前因 如何去行 的这个失落 也叫做戒 再来就是它的果德 也就是我们 透过这些教理行政 玻璃体木叉 我们能够一指佛的 一句一句 所制定下来的 我们重复简单 兴许 所以出家人呢 我们比丘五年 比丘尼要六年 好好的重复 简单兴许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但是在家呢 在家呢 我们今日 我们的律师呢 特别 有提起这个 所谓的 慈悲喜舍当中的 大宝基金 大宝基金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大宝基金 刚所读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刚所读的 我们来看 那个国庆律师 我们复习一下 刚刚在这个 大宝基金里面 有特别提出 这个在家 在家这两个字呢 解释得非常好 好 那我们开始 来这个 透过 对 这是大宝基金 大宝基金 修极无上正觉之道 解释出家 去空神灵 修极得成无上正觉之道 在家多成窝 出家妙好 在家居服 出家无碍 在家多够 出家审舍 审舍 在家恶舍 出家审舍 在家墨语 爱欲 欲 欲 好 我们来看看 挺有意思的 这个在大宝基金 针对在家 在家 我们看一下 我们律师 佛特对者 欲切 长者 对这个 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对这个 在家 有特别提醒 来看一下 广京 我们的上古下心 律师 家 家是什么 非常的特别 杀 善根 帮助善业的 都是 障碍 一切结始 在中安住的缘故 一切结始就是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烦恼在当中安住 所以一切的烦恼就是安住 安住 所以在 所以我们分的在家 在家 假如进入深方 进入深方 到寺庙里头去 要特别小心谨慎 要特别小心谨慎 要进到礼节 我们常常会应熟失礼 在门合出 五体进你 然后来墨 在门就安住了 然后五体公亲礼拜 五体投地 公亲礼拜 然后再进入生体栏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 我们律师这么清楚的 从盗宝基金里面提起来 只要我们在家 会因为 如同刚刚我们 在上一个文字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应手而失礼 所以我们回到家里面 都太熟悉了 爸爸妈妈 以及我们家里面的 所有的兄弟姐妹 所以很容易造成我们 常常因为 应手而失礼 所以我们会有 富态固态 但是在佛式 最大不同点 就是因为我们 佛有制定的 这一些基本上的礼遇 因为我们懂得 这个规矩 必定能够成方圆 那这些规矩 其实在我们的 这个 所谓在家悲懒当中 我们有针对 这个学佛行义 所有的白信家人 透过我们 等于说前几个月 还没有醒脚之前 我们也是透过 中午的时间 都是在谈起 这个学佛的行义 那佛是谁呢 佛就是觉知觉醒的 一个真正的 可以引领我们 走出轮回的 那我们是以 去谈 也就是乔达摩西达多太子 也就是我们的本事 那么本事是家摩尼佛 他的教法 所以我们今日 能够有这个机会呢 静下来再研究 这个在家悲懒呢 刚刚也从这个 大宝基金里面 提到的 这个价值 我们将要更深入的话 那真的非常精辟 居然是障碍 我们的善根的 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报恩报怨 讨债还债 所以我们如何将 真正的慈悲 吸舍 运用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个人非常喜欢 这个菩萨戒 这个放王金呢 等于说 在家跟出家 我们都可以授的 所以大众呢 一定鼓励 我们可以选择 去授菩萨戒 不管在 圆中市 正觉金色 南普陀 甚至非常多 在台湾 有很多非常优秀的 这些和尚们 大众一定要深入 从这个放王金当中 记得学人 在美国的时候呢 即使受了这个菩萨戒 能够从这个 放王金里面 了解到 现在很多人 在讲所谓的催眠也好 或者就是在讲 这个所谓的 心灵之旅 心灵的蓝图 只要我们从这个 范王金 也就是菩萨戒呢 好好的去深入了解 你就会看 感受到呢 真正的 一切的万事万物呢 身夺万象 它都有它的生命 所以我们透过量子力学 在提起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 为清楚的 我们简称叫做 因为它会随着 上下垮刻 顶垮刻 极垮刻 极为细的 就是说 在宇宙里面所存在的 就是这些 我们简称叫为尘 所以它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叫为宗旨 那范王金里面当中 前面开宗明义就提起 我们大孝乃本师 是加摩宁否 那他来返八千多次 所以不管是在 使法界里面 还有所谓的六道 从四圣第六道 还有三二道呢 我们的导师呢 在本圣经里面的本经们呢 都有他的实质的这个故事 那我们也很鼓励 我们十方大众 白金家人 未来否 可以深入 可以深入 了解之后 我们举例在这个 范王金十中 四十八清界 第二十条 一切男是我父 一切女是我母 当然在人体的解剖 我们有看到一个 很特别的部位 就叫做下士丘 我们常常在 二元对立里面 所以我们在一家 就会有这个 所谓的障碍善根 因为里面呢 出至于父母亲 对我们的疼喜 是总是认为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出头天 比如说一切父母呢 望旨成龙 望女成凤 不断地 希望我们从这个 世间当中呢 去拥有好的 这个行业 再赚取更多的 或者是起期 甚至 那往往呢 其实我们 深入这个经典之后 尤其是墨写 现在出家 才更感恩 为什么 佛 佛这么孝顺 到后来 他要去 真正的深入 后来在 菩提树下 证悟之后呢 才了解到 其哉其哉 为什么 我们 都是 成就者 只是迷根悟 那我们 假设更深入 从梵王纪里面 看到的 因跟亚 其实 我们常常都是 在矛盾里面 会造成我们 整个精神的 这个状况 就像现在 我们的下世秋 一旦呢 有这一个 所谓的 呃 妄念 就是说 有疑问 但是又无法离之 的时候 就会造成我们 大脑里面当中 干嘛波 无法 达到一个 最好的释放的时候 我们就往内堆积了 那慢慢的呢 呃 一段时间 呃 爆发出来的话 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呃 那当然之前 我们也有看到 某些 呃 某些的人 呃 的确因为压力过大了 呃 那时候一直找不到答案 呃 所以会有幻听幻觉 呃 呃 就是说 他非常用功的 在禅定 可是到后来呢 总认为就是 呃 有这个 所谓的神通的特色 呃 其实在这个地方 呃 从 佛经里面的 嫩言经 有特别提起 这个无印实魔 啊 可是我们假设在家 或者是出家 最大不同点就是呢 我们所受的 啊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 呃 纳寿戒体 也就是我们 呃 针对这个律法当中 在去行使 啊 去行使当中的失落 啊 到后来呢 明白之后的 波罗提木叉 那 方王经里面 他也有提到 啊 所以男跟女 也代表 硬跟养 所以我们从 小小的一条 界里面当中 他里面有寒色的 也非常深厚 深厚的 这个 呃 生理的 所谓的 这个神经系统也好 或者我们所谓的 这个 这个 beta波 或者是 alpha波 或者是我们 呃 可能刹那会进入到的 data波 啊 这些都是我们 现在刚刚所提起的 干嘛 啊 或者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海马回也好 多巴胺 其实这些的基数 都是我们平常 所有的白金家人 十方大众 未来佛 比较能够熟悉的 可是在佛经里面当中 呃 佛也是代表觉知觉醒 他不管是从一方明也好 或者从世间的科学 啊 哲学 阴阳学 啊 动力学啊 我们叫功巧明 或者是一切的前因后果 啊 如何透过 啊 牛顿所谓的 第一定例当中的 我们作用反作用力 或第二定例的 这个上述也好 其实他是随时随地 都是归零 在重新架构的 啊 所以我们深入到 啊 这个佛经里面 尤其是从大宝基金 我们今日更能够去感受到呢 其实佛是随着不同的人 不同的 啊 时间啊 所说出的 都有他的实质的方法了 那我们更感到呢 我们今日能够透过在家背篮 啊 在家背篮 了解到呢 虽然是从中体篇 要让我们去了解到呢 呃 本地风光 可是我们如何去行使 啊 如何去了解 因为我们的妄念 因为我们的这个 无名 啊 因为不知 啊 所以我们会造成呢 寸步难行 啊 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以这个 呃 四种啊 啊 四种啊 啊 来先做 啊 这个所谓的 呃 身体上的 大宝基金的一个 呃 减速的 啊 一个列 列数 啊 希望每一个人呢 日后我们可以 呃 从这个在家背篮呢 更可以理解到呢 其实我们的 呃 所有的观念 都是要从人的 置身 有这个肉体 真的非常好用的 那期盼呢 我们今日呢 呃 将呃 律师们啊 啊 的这份慈悲 我们铭记在心中 实践在日常生活 感恩 阿弥陀佛